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十四集般的续集电影有什么感想呢 这里就跟着我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电影的一开始是人格人士饰演的营业杀手K 几乎密报之后前往郊区的牧场 调查一个复制人谢波摩顿的行踪 这部分的情节刚好是接续了前面释放出来的短片 2048无处可逃 里面谢波坚以勇为但却不小心扑露了身份 并遭到有心人士的举报 如果大家搭配这部短片都一起看过的话 会发觉饰演谢波的代夫巴蒂斯塔 转型相当成功 在这边的诠释非常入味 完全是跳脱了心机攻队里面搞笑的形象 在这里也是一个相当有情感深度的复制人 不过电影里面其实也反映出来一般人类对复制人强烈的偏见 认为像这样大只粗壮的旧型复制人 除了是残暴危险 没有优点 对社会没有贡献 而谢波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段 就被K强迫退役了 故事设定在第一部银杀手的30年之后 银杀手2049的时代背景当然是来到了2049年 接续了前处 银杀手的工作仍然是在处于那些非法再逃的复制人 只不过这次不用猜 电影一开始就直接告诉大家 K就是复制人 也许是复制人的威力太强大 所以银杀手这份苦差事都是交由复制人来做的吧 而这30年来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人类与复制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尤其是电影中提到了大停电的事件 传说就是复制人在2022年时 密谋搞出来的大破坏 造成了绝大多数的数据回损 以及许多城市的瘫痪 而这部分的故事 大家可以参考动画短片 Blackout 2022 里面就有演出来相当详细的过程 后来建议的禁止生产复制人等等的事件 一直要等到2036年之后 在结尾德雷托饰演的华勒斯的游说之下 复制人生产的禁令才被废除 而关于这段时间的过程 大家则是可以参考另外一部短片 2036复制人时代 与前作相较之下 个人感觉这次的营医杀手 K的角色更显得孤单 寂寞 阴暗矛盾与冲突 哈里俊福特所饰演的瑞克戴克 虽然后来证明也是复制人 不过至少在整部电影里面 他是以自以为是人类这样的想法度过的 然而K在这里却是以复制人的角色登场 更显得孤单自己一个人 唯一可以做半谈心的 只有虚拟的情人 焦依 虽然焦依是百般的温柔体贴 但却也更显现出来K内心的寂寞 K因为工作的立场 必须要去对付猎杀自己的同类 但人在这边却也普遍不认同 身为复制人的他 这些都使他内心越来越矛盾 罗宾特之眼的乔西是K的长官 算是草述可以了解体谅K的人 不过因为工作上 却要乔西对于K还是如同往常一样 要求十分严格 然而这次在卸播 做出外发掘到了骨骸 却开始改变了所有人认知的现况 另外这里也声明一下 不小心被我几乎省准斑蒙中的 在前一篇无译介绍中提到 复制人繁殖的概念 果然出现在这一次的2049里面了 K在掉下无名骨骸的过程之中 意外发现了其身份 可能是一名女傅之人 而且还生过了小孩 所以站在LAPD的立场 乔西要求K去处理掉 所有相关的人事物证 不过在K进行调查的同时 却也将雪球越滚越大 在2049的时代 华尔斯的势力 已经来到了如日中天的境界 粮食的部分 因为缺乏天然食物的来源 大家吃的都是 华尔斯的基因改造食品 而科技方面 诸如各种可以量身定做的复制人 或是像交易那种电子情人 也都是出自于独霸天下的华尔斯公司 K为了调查无名女复制人的身份 前往了华尔斯公司 虽然有调查出一些影音之后 但也被华尔斯这边 秀出了不对劲的地方 复制人可以透过怀孕 产生下一代的秘密 也被华尔斯这边察觉了 派出了复制人乐福 要来找寻这个奇迹室的下一代 在K调查过程之中的其中一段 前作里面就开始到处放折子 爱德华詹姆是欧盟所饰演的盖夫 这里则是退休到了养老院 变成了肯德基爷爷 而他则给K的是一只绵羊 代表了K的属性 也算是呼应了小说原著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这样的一个异象 而且在这样一连串调查的过程之中 事情的事件却意味得成了颠覆K 所有认识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次电影里面画面色调的运用 处理得非常棒 加上现代科技的知识 是比第一集要来得更漂亮 整部电影不管是在市中心的大楼林里 霓虹五彩迅烂的街道 庞大但是又阴暗的洛杉矶都会周边 甚至日焦区一大片太阳能发电板 都显示出令人震慑的魅力 而K深入严重污染沙漠中废弃堵沉的桥段 更是理念色彩运用之所以 那些一片橘黄色荒凉破败的影像 配合上大批荒诞又古怪的建筑与雕塑 种种诡异但又莫名美丽的景致 更是我的最爱 在寻找戴克的过程 室内与户外也呈现了两种不一样的情怀 虽然户外是沙漠荒凉的景象 但是室内却是一整个怀旧复古风来着的 戴克的长生地设定是在一座赌场 虽然已经是人去楼空 但里面仍然是可以看得出来风华依旧 正如哈里逊福特给了历久迷奸的感觉一样 K与戴克不打不相似 其前来穿插了像是猫王艾维斯普里斯莱 玛丽丽梦露与法兰克星纳区等 怀旧巨星3D投射影像的表演片段 就像是带着大家坐着时光机回到了老时光一样 而因为有福伯的演出 使得这部电影别去传承的意味 30年前戴克和瑞秋为完结的故事 在这里也总算有了一些答案 在K与戴克聊过天之后 几乎以为自己就是他们所生下来的那个孩子时 热谷杀了出来绑架了戴克 K则是在一定微批夫之人的拯救之下 告知了事情的真相 使得之前一直酝酿的故事情绪 又来了一个急转弯 原来戴克和瑞秋所生下来的是另外一个女孩 K其实是拥有相同基因 但却只是个复制人 而他所拥有的童年回忆 其实就是来自于那个女孩的 这次的2049个人认为电影的宣传资料做得很用心 为了补除2019到2049这30年之间的空白历史 布置了非常多的细节 值得鼓励一下 不过呢 即使是所有的预告都看过了一遍 整部片还是保有了相当高的神秘度 过程的结局也相当出乎意料之外 恋者情节其实都是围绕在K的身边 联恩给林斯成功地塑造了K这个复杂的角色 K的孤单寂寞以及与交易爱恋的无解习题 K是复制人 不是复制人 又变成是复制人 矛盾又纠结的情绪 反复地在K的内心中搅拌 虽然到头来这些都不关自己的事 但重点是K还是下定了决心 为了解救戴克 那种冒着自己生命危险的情操 已经是超越了复制人 甚至是人类 这些一举动呢 在雷恩的全世界下 想必大家会跟我一样 觉得超感动的 这些电影放了许多钱 做了梗进来 尤其是第一集 戴克瑞秋的初见面 不管是声音 影像画面 或是新一代的瑞秋复制人 都出容了 自演瑞秋的仙羊 也参与了特别的演出 这些都算是惊奇 也是一种致敬 过得最后是结束 在K带着戴克去找他的女儿 虽然算是一个小圆满的结局 但是却还是给人留下一些伏笔的感觉 在夫人的对决之战中 K解决掉了乐福 但后来黄恩斯却没有再出现 而黄恩斯提到戴克瑞秋的相遇 可能是刻意的安排 以及在戴克瑞秋的后代出现之后 应该要引发的效率 也没有再交代更多其他的 种种不算结束的线索 如果说这部2049是完结 据点似乎又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刚才在这边也推测 获取在2049之后 还会有其他更多的影音杀手 续集电影吧 总结来说 这部影音杀手2049 是一部相当有料 有诚意又好看的电影 电场有163分钟 是两个小时 又43分 导演丹尼维拉奈夫又交出了一次漂亮的成绩单 完整体程序的影音杀手的精神 但却又进化成极具时代指标的科幻片 这三方有内涵意义深圆 兼具丰富深光的效果 是不会无聊的剧情片 所以推荐给大家 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去看看 由于篇幅有限 这里就不再多聊 如果大家对于这部2049 甚至是前面的影音杀手 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帮忙宣传推广 如果连日数有超过20万的话 我就再来出一支更多细节分析的心得介绍哦 那之前做了一些介绍 里面有不少可以参考资料 也欢迎大家过去看看哦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去的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子哦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